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们在病重时候,在孝顺的子女时间久了,亦是需要赚钱养活自己一家人,没有办法随时照顾老人起居。 有的甚至连人影都见不到了,对于明星们同样如此,年轻时的他们风光无限,晚年或是因疾病,或是意外瘫痪在床,失去了赚钱能力的他们。 子女对待他们的态度大不同,有的炸光了他们的财产后,不管不顾,有的则是尽孝心照顾得无微不至,有的年轻时风光无限,不婚不遇,到老了,落了个无子送中的结局,有的风光时身边门庭弱势,瘫痪后无人问津,尽显事态炎凉,令人唏嘘,这样的明星有很多,吴博军,香港演员,看到名字,不熟悉,但见到他在影视剧中的角色,就会有印象。 原来是他,1997版《天龙八部》中慕容妇的家臣之一风波恶,武功平平,忠心耿耿,后包不同被慕容妇杀了后,伤心至极,带着包不同的尸首离开。 1998版热播的《鹿顶记》中,出演平溪王府的侍卫杨一芝,性情大方,处世光明磊落,绝顶高手,练就了金顶门的神功,头上一根毛都没有,与为小宝曾结败。 这样的绿叶角色,吴博军在TVB一演就是30年,随着港片市场走向低迷后,在1997年后,吴博军被TVB裁员,像他这样的小演员挣得不多,没有工作后不得不转型,为了养家糊口,做过清洁工。 面包师傅等工作,勉强维持生活。2018年时,吴博军确诊患上了见动症,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失去了自理能力。 晚年躺在床上,每月的治疗费用成为了最大的难题,一直是靠政府的救济金以及圈内好友相助和影迷们的捐款治疗。 如今,吴博军最大的经济来源是政府的救助金,因妻子患有小儿麻痹症,日常的护理请了护工。 蔡国全,香港歌手,成名于八九十年代,保利金的一代歌王,能写能唱,是很多八十、九零后的偶像,在人才济济的香港乐坛内。 蔡国全凭借着不俗的唱功以及才华占有一席之地,媒体评价她音乐才子,与歌星张国荣,谭永林等齐名。 由她所演唱的歌曲《顺流逆流》《日落时分》《如梦初醒》《不装是你的梦》《天地情》等多首歌曲传唱至今。 她的声音婉转动人,歌曲旋律优美,深受歌迷的喜爱,除了唱歌以外。 蔡国全还做过主持人,拍过影视剧,代表作有《一号黄庭二》《九彩霸王花》《闯荡江湖》《龙的天空》《横财三千万》等,多彩多艺。 年轻时风光无限,遗憾的是在蔡国全事业的黄金时期,突发意外遇到车祸,身受重伤,经抢救后,捡回了一条命,但留下了后遗症,导致大脑受损下半身瘫痪,后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 患病的前几年,妻子还能照顾她,日复一日地陪伴她。 但常年累月地伺候,终脱累的妻子心力憔悴,把她当作了累赘,最后送进了养老院不再管她。 如今的蔡国全已经瘫痪了二十多年,养老院成了她的家,本该是有着辉煌人生的她,因为意外,最后落得个惨淡收场。 黄虾,香港演员,刘湛的徒弟,内地的观众认识她多是通过和林郑英合作的僵尸系列电影中任老爷一角。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黄虾进入影视圈,开始做龙虎舞狮,后加入了刘家班和洪家班。 出演的影视作品有很多,大都是配角,《奇门遁甲》、《罪权》、《少林无阻》、《心独必刀》、《断肠剑》、《倩女幽魂》、《龙的心》、《福星高照》等。 在香港影坛有黄金配角之称,年轻时意识风光无限。 九十年代末,香港电影市场受内地影坛的冲击,开始整体走向下坡。 很多绿叶演员无戏可拍,黄虾意识如此,加上多年伤病的原因。 在千禧年后,黄虾彻底退出影坛,此后,内地的媒体很少报道她的新闻。 2018年,再次看到了她的新闻,是增留加班的成员去养老院看望她。 照片中的她,骨瘦林寻,头发全白,需要两个人搀扶,才能坐在轮椅上。 原来退圈后的黄虾,晚年时,不幸患了中风留下后遗症,面谈诗语,生活不能自理。 身边没有亲人,曾结过一次婚,夫妻感情不好,在她中风后便不再联系。 在她住进养老院后,只有曾经圈内的朋友帮助她。 探望她,2022年3月,黄虾在医院孤独离世,享年76岁。 葬礼由她的生前好友成伴,马之琴,台湾演员,50年代末加入话剧团,开始尝试拍电影。 1973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演员奖,1974年,凭借爱心在台湾走红。 代表作有《篮球火》、《碧海青天》、《笑傲江湖》、《莫伦》、初恋在台北、《女儿心》、方氏玉与胡惠钱等。 多是台湾的一些本土剧,内地的观众熟悉马之琴的角色是昨夜星辰中老烟枪的母亲,以及一简眉中的行寡妇。 随着年龄的增长,马之琴多接演一些大龄的婆婆、妈妈类角色。 在2016年后就没有再接戏了,事业上较顺利的马之琴,感情生活颇曲折,结过三次婚,育有三个儿子,最后都以离婚告终。 2019年时,马之琴患上了见动症,此后一直承受病痛的折磨,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到最后无法言语,无法进食。 意识清醒,却无法和身边人沟通,晚年长期依赖呼吸器为生命,活在痛苦中。 2022年11月1日,马之琴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0岁,去世前,他儿子陪伴在他左右,送了最后一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去世的那天,恰内地的演员陆树铭,曾在三国演义中演过关羽,亦是在这一天去世,陈松永,陈松永在方氏狱中演的雷老虎。 可爱至极的一个人物,被大众所熟知,入行成为演员之前。 陈松永曾是帮派成员,因一次打架,在躲避警察的抓捕过程中躲进了剧组,看着演员们演戏入了戏,自此蒙发了当演员的梦想,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演死尸。 在剧组内,陈松永长达十几年的龙套生涯,很苦很累,但陈松永说,这算什么苦,这是一份正经工作,比出去砍人墙太多了。 18岁入行,直到30岁时才正式出道。48岁时,主演电影《悲情城市》,获得了第26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是他当演员的。 最高光时刻,感情上,陈松永一直没有结婚,年轻时没有经济能力,不敢交女朋友,等到有钱了,已经年过半百,没有了结婚的想法,因常年酗酒的原因,晚年身体多病,加上中风导致瘫痪,无儿无女,只有一个非级保姆。 照顾他的生活,俩人以妇女相称,患病后,陈松永一直拒绝插管等治疗,只想留下最后的尊严,开开心心地走完最后一程。 曾说没什么遗憾,唯一觉得遗憾的是,钱剩太多,到死都没花完,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还试图让周围的人开心。 2021年12月17日,陈松永病逝,享年80岁,无儿无女,无子送终,去世后,给照顾他的保姆女儿留下了上百万的遗产。 罗君佐,香港影坛的辉煌时期,能够有大量的经典作品,除了主角的青丽演出之外,少不了绿叶的点缀。 正是他们默默无闻,才让剧情更加地生动,富有生命力。 在这些绿叶演员中,罗君佐便是其中之一,很多观众只记住了他所出演角色的名字,却不知他的真名。 在《天龙八部》中有一个人设不讨喜的角色,酷爱抬杠,从不认错,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一张嘴亦是死扛到底,他就是慕容富的四大家臣之一包不同,口头禅是非也,非也。 内地的观众,多是通过这个角色适时的他,在《神雕侠侣》中,他演过陆青篤,欺负杨过的时候,让很多观众恨得牙痒痒。 此外,罗君佐还在《笑傲江湖》、《金国英雄》、《法政先锋》、《金之玉孽》、《谈判专家》、《天子寻龙》、《倚天屠龙记》、《转世记》、《鹿顶记》等热播的港剧中,都有演过配角,年轻时亦是风光无限,还曾给林青霞、林志颖、吕方配过音,模仿过沈殿霞、 徐晓凤是梅艳芳的一生好友,然而自1999年开始,罗君佐就陷入了病痛之中,先是检查出患有肾衰竭,后因心脏病住院,出院后再次因肾炎住院,期间为了保命做了三次截肢手术,晚年瘫痪需靠轮椅出行。 即便如此,罗君佐还是笑对一切,在失去了一条腿后,还在拍戏,出演了一位身残之间的节肢者,媒体称他为生命斗士,感情上,罗君佐习惯独自生活,谈过几次恋爱,都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晚年无儿无女。 2010年11月13日,罗君佐因心脏病去世,终年51岁,去世后,将遗产捐给了梅艳芳生前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罗浩凯,香港艺人,曾拜师徐沛,张云门下,因主持香港本土综艺节目《欢乐今宵》被观众熟知,善于模仿,尤其是模仿林子祥的唱腔和神态,内地的观众熟悉他的角色,多是陆顶记中的索罗图一角。 维小宝在《人生路上的好大哥》,教会了他很多围观之道。 2010年后,罗君佐的作品明显减少,且多是一些港台的本土剧,渐渐地消失的荧幕上。 再次看到他的新闻是2016年,罗浩凯突患怪病,脖子歪斜坐不直,出行靠轮椅,为了治病,花费近百万,好在他有积蓄,投资了很多酒吧,赚了不少钱。 不至于落得凄凉的结局,除了以上这几位晚年瘫痪的明星外,演艺圈内还有几位瘫痪的明星艺人,各有个难言的苦衷,如年轻时红遍大江南北,自中风之后被妻儿,助理夺取财产的刘家辉,被家人遗弃,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 晚年住在养老院中,无依无靠,香港有着亮圣王美玉的歌手张伟文,八十年代时红极一时,晚年因在酒店时摔倒落下残疾,后半辈子坐在了轮椅上,一生未婚,无儿无女。 老了,住在养老院里,曾演过梅花三弄鬼丈夫,易简梅,被观众熟知的台湾演员赵徐黄,因车祸导致半身不随,曾自暴自弃寻过短见,后在妻子的鼓励下,从阴霾中走出了,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有山地歌王之称,悲难足歌手的万沙浪,1988年,凭借着龙年春晚演唱的那鲁湾情歌,被观众熟知,在事业辉煌时,从楼梯摔下脑部受伤,严重留下后遗症,下半辈子坐在轮椅上,失去赚钱能力后,遭妻而抛弃,凭据新派的创始人辛凤霞,有抒情女高音的美誉。 国内十年动荡时期,膝盖被她曾经帮助过的一位演员打伤,留下永久伤残,后因脑溢血发作,致使半身不随,不幸中的万幸是在她瘫痪后,她的老公吴祖光,不离不弃,陪伴她,开导她,帮助她走过了最阴霾的那段日子。